好啦,我們開始 古劍七攤二,敵友是一 滄海月明 難度就新手吧 畢竟是直播,要顧及這個流暢度 這個應該是被冰凍的嬌人吧 哇,好多喔 喔,殘疾,好懷念啊 小葉子,聽說文人姐姐給你來信了 她說了什麼呀,我可懷念她了 這個DLC呢,並沒有這個文人喔 就是些生活所事 你想知道的話,我拿給你看唄 嗯,看起來 文人姐姐每天都過得很開心 好可愛 等這次祭拜完一則娘親 咱們就去白草谷找她吧 咦,她心裡還說 給我寄了好多蜜餞果子 好吃的不得了 小葉子 怎麼不見你拿出來 肯定是你偷吃光了 仙女妹妹 只要你說三聲 小葉子最好了 不 這可不行 我怎麼能是最好的呢 要生氣的 那這樣吧 你說三聲 小葉子第二好 我就把命件給你 不然 我通通都拿去餵禪妻 你跟人家爭這個幹嘛啊 你要爭這個就爭第一啊 像是船撞上了什麼東西 伊澤,小葉子 你們快看 那是什麼 呀 那 是個嬌人 我看見他的眼睛眨了一下 他還活著 哇塞,你這個撕力還真好 先把人救上來再說 這樣都看得到 看來我們救起來 是個兄弟倆 兩對雙胞胎 兩對雙胞胎 這些兵是一種封印 他們被封鎖的時間太長 身體極其虛弱 若無人治療 恐怕有婚睡三五天 治療嗎 這個簡單 看我的 阿蘇安 只是簡單的小法術 耗費不了多少零劣 伊澤,你放心好了 既然是小法術 便讓我代勞如何 我若不成 你再出手相助 別再爭啦 我來 我來 你們去旁邊啦 走開 這樣也可以閃 我的媽呀 真是讓人 羨慕嫉妒恨 這 這是哪裡啊 死就死 一定死也不會娶你 誰 誰要嫁你 我別亂說呀 我長得很像鬼嗎 喂 看清楚了 我們可是活生生的人 不是鬼 方才多有得罪 還請安人見諒 你們 竟然是人 此處極少有人涉足 祖靈保佑 護武族人 多謝恩人 你們快別這樣 也就是碰巧遇上了 給你們解封的是他 治好你們的也是他 要謝就謝他去 千萬別謝我 多謝恩人 舉手之勞而已 不必言行 不過 你們究竟為何被人封在兵裡 這 諸位可聽說過明珠海 明珠海 您離此地不遠 恩人果然見多識廣 三位可知 我明珠海 有一位鼎鼎大名的海巫大人 名為淮旭 他修為深厚 法力高強 連龍王都與他驕傲 正因為有他在 周遭那些厲害的妖魔 都不敢打命珠海的主意 可是兩個月前 懷旭大人出巡之時 被一頭東海來的金蕎俭偷襲 雖將其當場格殺 但大人自己也受傷不清 只好暫時閉關休養 莫非有人在此時乘虛而入 正是這樣 三天前 自叢擊之冤來了一隻大妖 一口氣掠去了許多族人 恩 他抓你們 要做什麼呀 這 他逼迫我們 逼迫我們娶她 哎 你說什麼 這好熟悉 我沒聽見 那妖怪 逼迫我們娶她 若有不從 就被封進冰塊 這該不會就是 我們所想的那個人吧 就 竟還有這種事 不過 這逼人成親的手段 怎麼聽起來這麼耳熟啊 該不會是奴奴吧 卻不知其他族人 如今是生是死 呃 你們這是做什麼 那大妖如此猖狂 已然驚動了懷恤大人 雖然懷恤大人法力精深 但終究傷勢未遇 萬一 恩人們既然能在海中來去自辱 必定不是尋常之人 不知可否去從其之冤 助懷恤大人一臂之力 還請恩人們成全 主委 主委不必多理 縱使主委不曾開口 我也定要去從其之冤走一趟 恩人此話當真 既是路見不平 怎可袖手旁觀 還請月兄 帶阿軟先往明珠海一步 待我 宜泽 你這是哪裡話 咱們既然是一同出來的 怎能在半道上撇下你 哼 再說 我也想去會會那妖怪 說不定還是為故人 你們也知道的 就是 小葉子說得對 我也要一起去 有句話是怎麼說的 半途而廢 我可不要當廢了 好 不過你千萬小心 千萬勉強自己 我記得那個奴奴不是很哈 這個 他們兩個嗎 要走了可以先走了 沒關係 好 不知道這個產機有沒有戲份 可愛的小傢伙 又回到這個令人熟悉的地方 果真是努努嗎 果然 破 看你長得一表人才怎麼出手這樣狠辣絲毫不顧念奴奴鮮鮮弱智 你也算成名已久的大妖竟如此放蕩斜持成何體統 如果再執迷不悟真不怕千年修為毀於一旦 千年修為有何緊要 若身邊無一可心人兒縱使飛生成仙與天地同受 又有什麼趣味呢 修在胡言亂語 速速交出我明珠海族民尚可放你一條生路 你們怎麼個個都不識得奴奴的一片好心 同奴奴奴這樣的絕代佳人白頭偕老 雙宿雙飛 豈不是幾輩子修來的福氣 奴奴明白了 我看你這一本正經的模樣 定然未曾嘗過兩情相悅 你濃我濃的香魂滋味 無言諱語不知廉恥 雖然你老板這個臉 不過這是越看越迷人呢 你要坐深 不如你留下來 同奴奴做對恩愛夫妻 豈不比你在明珠海 做那無情無欲 終日只知修煉祈禱的海巫快活百倍 你說對不對 還恤大人 再進前一步 休怪我手下無情 討厭 不過奴奴就是喜歡你這副 勉腆害羞的模樣 又在腦補 已經真如此不見風情 一個大男人欺負奴奴這個弱女子 休也不休 再不放人 我便將你鎮在明珠海底 永世不得翻身 不 罷了罷了 罷了罷了 賜你這等漁木疙瘩 總是勉強留下 天長日久 終是相看兩雁 唉 你的那些族人 都關在 何處 他們就在 你 再說一次 這就送你去見他們 原來是耍音的 還虛大人 大人 你沒事吧 鬼欲伎倆 自食無食 你們 又是如何逃出來的 說來話長 幸虧遇上了這幾位恩人 人怎麼變多了 無人也都已經被恩人們救出來了 我們不是才救四個人嗎 你什麼時候變 真子了 唉 無恥小人 想逃 海巫大人 你快去照料你的族人吧 這裡就交給我們了 奴奴還倒是誰 原來是你們這兩個冤家 莫非 心裡依舊割捨不下奴奴 回心轉意 要和奴奴 做一堆神仙眷侶 他又在腦補了 只可惜 一女 怎能嫁二夫 少不得 要辜負你們其中一個了 嘖 你還真是死性不改 那個歪瓜裂鑿 倒也罷了 奴奴 還是最喜歡你這位家人 哼 不許你看一則 仙女妹妹 別跟她廢話了 先教訓一頓再說 哎呀 我們這場少了一個文能 打起來可能比較辛苦 我要反抗了 快到奴奴還了 奴奴同你 奴奴 奴奴 沒氣了 沒氣了 欸 傷害好 我DL才500多 怎麼會 搞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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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奴奴不過是想覓得一位心愛之人共渡此生 為何你們個個都對奴奴喊打喊善 莫非 真是紅顏薄命 你別騙人了 若是喜歡一個人 不管他喜不喜歡你 都應該會尊重他的決定 滿足他的心願 因為只有他快活了 你才會感到快活 可是 你把拒絕過你的人都凍在冰裡 眼看著他們遭受痛苦 還無懂於衷 你根本就不喜歡他們 蟹女妹妹 你這份話可真有道理 這 都是當初蟹衣哥哥曾經說過的 我只是忽然想到而已 月兄 你說該如何處置他 這個嘛 既然他是在明珠海闖的貨 不如就交給懷恤大人發落吧 此言有理 既是明珠海內務 我等確實不該月族帶跑 我們現在就去問過懷恤大人 好厲害的治療法術 此法以自身靈力為意 耗損之分巨大 若沒有極為精準的行為 施展到一半便會立即而往 三位方才的話我都聽見了 這神經作惡奪端 不可侵擾 這 這是什麼東西 此乃定海環 入肉生根 萬難正途 你自以妄為海人不淺 我便罰你在明珠海掃灑五十年 不得離開 五十年 才五十年 你不必多做盤算 若有異動 這定海環便會越收越緊 直到勒斷你的脖子 你若不願 自可拒絕 那我現在便發動定海環 慢 慢著 怒怒答應便是 答應便是 早就知道 你喜歡上怒怒 即使用這種辦法 也要將奴奴留在身邊 哈哈哈哈 差點抖欸 你先去洞外等候 我同這三位還有話要說 同他們有什麼好說的 不如讓奴奴陪你 你看上去好難受的樣子 是不是靈異消耗過度 我來幫你 男女受受不侵 我自己條理即可 咦 你們嬌人都好愛戀紅呀 你是這樣 一澤也是這樣 這位公子莫非也是嬌人 實不相瞞 在下娘親 曾是明珠海族民 你的娘親 難道是 紅衫 正是 你是她的孩子 難怪 嬌人與人類的混血之子 通常會向嬌人多些 從你臉上 依稀能看到當年的紅衫 但你身上為何沒有絲毫妖器 是否因為受人排斥 才著意掩飾 不 在下並非扮妖 自然身無妖器 想必此中慘痛 非親力不能支其萬億 孩子 你受苦了 沒什麼 人生多有無奈 能如在下這般一意孤行 已是無比幸運 這些年來 紅衫過的可好 娘親說 她得逞所願 無怨無悔 很好 這正是我所知的紅衫 我們要不要先出去啊 有什麼話 出去了再說 他不甭 就更讓是 出去了 你現在不會講 acco gest 在報道 這邊很可惜這個文能不在我們隊伍裡面啦 不然的話我就可以破他鐵壁啦 這個阿卵不用這樣做也是可以破他鐵壁 但是文能的話就非常的可惜啊 我好想破壹鐵壁啊文能 此番多謝諸位 方才我已下令讓諸位在明珠海畅行無阻 分內之事 懷恤大人不必客氣 太好了 我第一次來明珠海正想到處看看呢 懷恤大人 在下還有儀式請教 夏公子但說無妨 懷恤大人可知 娘親故居何處 以前常聽娘親提起 卻不曾親眼見過 就在那邊的珊瑚丛林 但已經荒廢許久 此處交人多是紅山故交 若想知曉他些許舊事便多與他們說說話吧 多謝 小葉子 你怎麼不走了 這 你們去拜祭遺澤的娘親 有我跟著總覺得怪怪的 哪裏怪了 這個嗎 你們一個是他兒子 另一個是他兒媳 我家在中間 難道不是大大的奇怪 誰 誰是 不是嗎 既如此 岳兄不必勉強 我與阿軟去去就回 那我先去別處逛網 到時候在船上會合 好 這小娘口就別否認阿 我們就直衝主線吧 要回他娘的家 他娘的家 欸等一下 前面 欸殘雞 殘雞你在幹嘛 哇 殘雞在追一個妹妹耶 他在追一條可愛的魚嗎 可是又好像不是魚 殘雞 那個不能吃阿 你別吃阿 吃會壞肚子的阿 殘雞 哇 緊追不捨欸 我突然間同情那隻 不明生物欸 殘雞肯定是餓了 好啦好啦 我們回家吧 家在哪裡呢 前面那邊 阿軟 我覺得阿軟 就算你的色系是 綠色系的 但你用不著 連內褲都穿綠色的阿 阿軟 憶哥 是這裡嗎 娘親曾提起 他少舍歸房門前 有一株紅色珊瑚樹 樹實在漂泊流離 樹實在魂前夢影 如今終於得返故鄉 娘親若是在天有靈 想必 也將十分欣慰 我未能將楊親屍骨 帶回安藏 但至少這栗器珠 既來自滄海 便也當歸於滄海 但願她能從此遠離 凡塵是非 長面於這無情必逃 永相安逸 就這樣 不見了嗎 归于天地 一泽 你说会不会有一天 你睁开眼 发现我也不见了 不会有那一天的 我一定会想到办法 前几天 我做了一个很奇怪的梦 梦见我睡在一间 好漂亮的房子里 早晨的太阳照在我身上 又暖又舒服 我好像睡了很久很久 浑身软绵绵的 一点力气都没有 这个时候 我看见你走进来 不知道为什么 你变了很多 头上有了白发 额头上也有了皱纹 但我一看见你的眼睛 就认出来了 你手里拿着一样东西 说是专门带给我的 一泽你猜猜看 那什么 一无非是 鸡腿 哎呀一泽你在干嘛 你破坏气氛呢 那我可猜不着了 是你的心窝言 送给我的冰蝴蝶 在梦里你对我说 你一直在等我 一直一直在等我 可是 我明明在这里 你等我做什么呢 我正想问你 却发现我说不出话 低头一看 我的腿 还是绿草的模样呢 阿软 师尊曾经说过 天玄教有一种秘法 可以加速灵气的积聚 万一 我是说万一 真有那么疑悦 我就去求天玄教的人 不管付出什么样的代价 都要让他们教我这种法术 说不定不用几百年 只要八十年 五十年 甚至三十年 你就能恢复人心 不知道三十年后的你 是不是和我梦里的一样 三十年后 我已经垂垂老矣 而你依然青春年少 到时候 你一定会嫌弃我 耳蓉眼花 不能再陪你玩了 那就换我 陪着你吧 当真 嗯 骗你是小狗 好闪啊 可是被闪得好开心 真心希望这队能够有好结果 好啊 这个DLC其实就到这边而已 没有很长 好 好啦 我个人 私心 希望呢 这个古剑系列 可以一年出一作 不过这样做的话 势必这个品质会下降 不过 就我的私心嘛 就讲讲就好啊 希望这个古剑3 还是 尽快放出消息吧 还有这个外传也才出了这个 沧海月明而已 这个后面应该还是会 陆陆续续的出其他的DLC 我觉得不错的话 我还是一样会拿出来 实况或者是 用录的方式来跟各位分享 感谢 今天大家一路上的收看啦 我明天还是一样会开 一样是中午11点 明天见咯 大家拜拜 今天天气很冷 大家注意保暖哦 看来儿吧 优优独播剧场—— costumes